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是荣格分析师吕旭雅老师 吕老师你好 你好 我好像没有称呼过你吕老师 我接下来会称呼旭雅 今天我们想请旭雅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在荣格分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应该说是接触自我的内在 或者我们人类集体的这种内在意识的一个途径 就是透过童话的解析 很多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门路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有兴趣 我们就请旭雅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什么叫做童话 童话分析 先说童话吧 童话好像是说给小孩子听的故事 那就觉得那个是床边故事 小小年纪的时候读的东西 已经跟成人无关了 可是其实童话用英文讲它是精灵的故事 Fairytale 精灵的 那精灵的意涵 如果我们假设以现代人的心灵来说 就现代人的世界是精灵其实不存在 那可是精灵存在的那个世界是属于一个 不能肉眼不能看到 可是充满了想象 或者甚至我们说潜意识的世界 所以听童话或者是听神话这一方面的故事 都在某个程度上打开的是我们内在心灵 好像是睡梦的那个世界 或者是睡梦更底层的集体无意识的世界 所以它会比较接近我们平常没有觉察的 那个内在深度的 也就是所谓潜意识的世界 对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中国就在中国的传统 我们自己华人的传统里面有童话吗 如果我们要用西方的那个标准 像格林童话那种形式 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找不到 可是我们要放宽 那个另外这个界限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民间故事 床边故事 所以如果用那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谈 我们有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给孩子听的故事 或我们的一个比较接近心灵的故事 OK 那当初我们在说童话的时候 其实假设这个故事是给孩子听的 可是其实很有趣的是 我们在台湾 有一段应该到现在 很多很多的童话书 或者是童话的绘本 被翻译被出版在台湾的这个市场上流通 可是买的人很多 其实不是买给孩子的 其实是买给自己的 所以很多人发现说 他自己一个成人 他在阅读童话的时候 或者是看这些绘本的时候 他自己得到了很多的创意的想象 很多的美感的这个启发 很多的自己的疗愈 那所以在儒科心理学的时候 有一种观点是认为 理解童话 因为童话那么的简单 每一个人都好像是照镜子 可以从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 看到自己要看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从那样子的 简单的故事中 照见某一种人类共通 又我独特的一种心灵的 样貌的时候 那个故事就会不停不停的 跨文化的各地域的 被重新的阅读 和重新的被传送 那我觉得西方的童话故事 或者格林童话这一类的 大的西方传统 就变成了一个 第一是它是很好的 理解人类心灵的一种教科书吧 就是说你好像去读那些故事 然后可以拆解人类心灵的 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它 可以不停的被翻新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来举一个 也许很多人听过的童话故事 然后来看看 徐亚老师怎么带着我们 来玩这个童话的游戏好不好 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是很多人都听过的 就是长发公主 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里的这个长发公主 我想大部分人一想到的时候 就会想到第一是长头发 很长的头发的一个女孩 被关在很高的塔上 然后她把她的头发 编成一个辫子 编成梯子 垂下来 然后有一个王子就拉着那个头发往上爬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有机会 仔细的把那个故事从头到尾 读一遍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故事 一个是 简单的说一下好 好 这个故事一开始讲的是 有一个一对夫妻想要有孩子很久了 后来他们怀孕 怀孕的时候 先生当然是非常疼爱他的妻子 可是妻子在怀孕时候 就开始有各种奇怪的这个欲望 那个食欲 那他喜欢上了他邻居 一个巫婆的花园里的一个菜 那个翻成蜗具也好 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绿的一种生菜 那他看着那个蜗具就非常的渴望 可是那个巫婆的这个花园 有一个禁令是很高的墙 绝对不准任何人去碰他的这个花园里的东西 结果这个妈妈 这个怀孕的母亲就非常的渴望 最后逼着他的丈夫不得不半夜爬墙去偷菜 偷到第二次的时候就不行了 因为就被抓到了 对 那被抓到的时候 巫婆就说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来偷我的菜以后 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交换把女儿给他 把孩子给他 对把孩子给他 那时候应该不知道是女儿吧 不过巫婆可能会知道 那时确实是不知道 就是说我要你的孩子要给我 结果生下了一个女儿 然后他就把他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等到孩子12岁的时候 这个巫婆就替他盖了一个高塔 把这个孩子放在 关在那个高塔上 好 那个高塔是没有门 没有楼梯 放上去了 就是没有下得来 所以他只能够用他的长法 每天把这个巫婆拉上去 放下来 那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 好 所以大部分人在谈 这个听长法工作故事 最后留下来的意象都是后面的 后面这个故事 所以呢很多人也说长法公主 因为她是12岁被关上去的 所以差不多大概是13、14岁的时候 这个长法公主开始有了这个 晚上把头发放下来 让情人爬上去的一个 就开始私村就是 已经不只是私村了 已经是私交男友 那而且后来就怀孕了 所以这个这里头有一种禁忌的爱情 被母亲 而且是被坏妈妈禁锢 然后女儿还是不拐 然后还是跑出去乱玩 然后就私村 然后就怀孕 这样子的故事 其实应该很多听众朋友 不知道她怀孕这一段 因为那边其实 王子后来常常去之后 很多人是把她美化成说 就是她说溜嘴的地方 很多人是把她美化成说 她跟巫婆讲说 抱怨你为什么那么重 为什么拉你起来那么费力 然后拉王子上来就轻很多 可是事实上应该说 在可考剧的版本里面说的是 她无知的跟巫婆说 抱怨说为什么她的衣服的腰线 越来越紧 其实就是代表她怀孕 但是我想很多人没有让孩子听 这一个部分 因为接下来又要牵涉到 要call in来问说 医师要怎么跟我的女儿谈怀孕 跟婚前进行为问题 好OK 我插科打魂到死为止 OK 所以 对 所以这个故事 当然还有后面一段就是 这故事等于有三段 三个场景 一个场景是 在巫婆的花园 还有她的邻居 这个妈妈 然后后来接着是这个高塔 接着第三个当然就是 巫婆发现了这个 等于这个妈妈 这个第二个妈妈 发现了女儿怀孕 然后她就把她赶出去 她赶出去 把她扔到一个沙漠里面去 然后当王子爬着 又一样的把那个 因为她剪掉了她的长发 然后可是 可是就是把她挂在那里 就当王子再一次爬上来 碰到的就是巫婆 然后她把她丢下去的时候 就刺双了那个双眼 这个王子变成瞎子 然后最后在流浪的时候 他们重逢 这个故事其实还蛮完整的 有三段 那是大家记得很深刻的 都是那个长发跟那个楼梯 就是那个长发的梯子 可是其实在我们 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做童话分析 会特别着重在前面 跟这个 因为通常我们会说 一个故事 一个这么简单的 给孩子听 给这个一般的 这个乡野 这个的民众听的故事 她其实是试图要回答 一种心灵的问题 然后她会讲一个问题 然后给予回答 所以我们要注意 故事前面的布局 因为那就是告诉我们 这是要讲什么问题 这样子 那么这个故事的问题 会像是母亲的问题吗 因为你刚刚第一个暗示的是说 这是一个被坏母亲禁锢 这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一种讲法 那我们做荣格分析的人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当然也不只是一种观点 可以拿来提供给大家 听的一种观点是 其实我们会着重在这个故事的起头 其实她有两个 这个一前一后的母亲 可是这个故事 一开始的那个怀孕的妈妈 到后来就消失了 在这整个故事里面就消失了 所以显然她不是很重要的妈妈 虽然她就是这个 这个长发公主的这个亲生妈妈 可是并治的 其实就是一对这个邻居 隔着一个高墙的 有两个邻居 那这个邻居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这个对应 你知道巫婆是不结婚的 巫婆是不结婚的 这我今天第一天听到 真的吗 就像圣女啊 几乎所有的这个 这个巫这个概念 通常基本上女性的巫是不结婚的 然后她有一种 这种纯粹 就是不被污染 所以通常巫婆是孤单的一个女性 只是我们的意象都是一个老女人 可是她有一个非常 美丽跟丰沛的一个花园 或菜园 而另外一个是 她的隔壁的邻居 是这一个女性 她有能力生孩子 所以她是一个母亲 她有能力怀孕 她是一个这样子的 有能力生育 新生命的 有创造力的一个女性 可是呢 她住在的地方却很贫瘠 她只能够在她的房间里的 那个小小的窗子 看到对面 有非常丰盛 非常丰沛的 这个漂亮的花园 她渴望 那所以我们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这其实是一个女性的 两个心灵面貌 她被切割开来 被一个高墙所阻挡 那一个 好像我们就说 一个女性被留在家里了 她就做每天 很规律的 做这种妻子的事情 或者是做 做妈妈的角色 那那个小小的窗子 她每天做的 就是这些事情 当她从小小的窗子 望出去的时候 有很多的渴望 就像她看到外面的 那个花园 那么样的丰盛 我在想很多 在家里带孩子的母亲 就有这种心情 好 那 那巫婆呢 正好 我们常常讲 巫婆的那个概念 是这种 她是一个智者 其实老巫婆 常常有那种 女智者的形象 就是知道太多事情的女人 就会被认为是巫婆 对对对 这很好的说法 那可是 她却是一个 不生育的女人 所以 一个能够去 很多 知道很多 然后有能力 去懂得很多 植物的知识 我们常说 巫婆是喜欢 是懂得知识 懂得这些植物的知识 很多奥秘的知识 的一个女性 跟一个能够 在生活里头创造 可是却被禁锢的 这两个 是女性的两个 生命的面向 被一个高墙所阻挡 是 她们对彼此的渴望 都用窃取的形式 一个去窃取她的菜 对 然后一个来交换 她的孩子 窃取她的孩子 窃取自己 没办法创造出来的 那个东西 对 嗯 嗯 可以 我们会说 如果说 这个长发公主 到底在讲 什么事情 她们可能试图 回答的问题 正是一个 分裂的女性的议题 OK OK 这就 这就很精彩了 现在所有的人 都觉得说 这是个成人 女性的故事 是 其实是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去找到说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她的转折 嗯 她的转折正是 正是这个 在英文讲 Rapunzel 好 就是那个 蜗具 蜗具姑娘 嗯 她所做的事情 因为她是 这两个女人的 女儿 她有两个母亲嘛 对 对 所以她是这两个 分裂的女性的女儿 那她所经验的生命历程 其实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 所以她的生母 跟养母 嗯 扮演了两种 我们认为很难整合的 女性的可能 然后这个女儿 我来想想 大家也一起想想哦 就是 这个蜗具公主 她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 嗯 考验 或怎么样的挣扎 然后她又克服了 什么样的东西 来让我们看到 这个问题的答案 跟启示 我们休息 让大家动动脑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惠文 今天晚上 我们跟大家 在说故事 怕你等一下失眠 所以现在就开始 讲故事了 各位乖孩子 要早点睡 我们已经开始 讲故事了 今天是 吕旭亚老师 后面一起谈 长发公主的故事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长发公主 其实可以从 一个女性 被分隔的 两种面相 两种心灵面相 来谈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这故事给我们 对这个问题 什么 不要说答案 应该说什么启发呢 因为 这个提出来的 就是这两个 分裂的一个 女性的 这个面相 精神面相 产生了一个 共同的东西 就是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 变得非常的美丽 所以就变成说 当我们说 母女关系的时候 常常 女儿要怎么样子 成绩母亲 或者是要突破 活出一种母亲 所不能活出来的能力 或者是她的困境 在女儿身上 在女儿身上可以突破 这常常是很多女儿 在母女关系的 中间的某一种挣扎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 也就是说 这一个 我举女孩 她被 她被所赋予的 命运里面 她的故事里面 试图是 作为一种 映照 要回来 去回应 这两个女性的冲突 跟她们 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她的生命里面 要得到一种解决 那那种解决是 有关于 看她被禁锢 她被关起来 被关在一个高塔里面 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地方 所以她其实很像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那个高塔 想象成 这两种女性的困境 都有一种 渴望 可是有一种欲望 可是却不能达成 不能产生 也就是很有创造性的女性 很有创造力 很有才华 很有能力的女性 可是她们被 某种状态所困住了 她们只能看着 别人的家园 然后就是隔着墙 看着外面那个世界 然后渴望她 可是这个孩子不一样 这个孩子 虽然被放在那样子 一个看似绝境的地方 其实是没有出路的地方 可是她可以在 她可以开始长头发 她长很长很长的头发 那然后 可以长头发 而且我说那个头发是象征嘛 就是 就是她生命力 对 不能被剥夺的东西 而且是金色 在故事里面 当然是金色长发 非常美丽的金色长发 那你刚说的生命力就对了 那很多的象征 故事里面的长发 象征的是生命力 那我想大家知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长头发 就头发作为有生命的代表的是 旧约圣经里面的 称孙 他就是一个大历史 那他的秘密就藏在头发里 对 如果你把他头发剪掉 他就没有力气了 所以 我忍不住要废话一下 你看 好了 我们做容格的人 就是这么美 看到金色的头发 他在高塔里面 还是能长头发 你看你讲话的方式 我要是个弗洛伊德派的 或是克莱因派 我就说 那高塔里面每天积的大便跟鸟 到底要怎么清掉 他可能要每天从窗口倒大便下来 可是我们容格看到 就是在里面还能长金色的头发 是 OK好 继续 那这金色的头发 又可以变成 变成那个梯子 可以变成一个 可以他接受外面的 那个就是一个阳性的能量 他可以把那个阳性的力量 拉进来 所以 一个是 这个头发是他的生命力 而且他是一个女性生命的代表 生命力的代表 还有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有一个异象 可以大家留在心里 就是你想在一个高塔的女性 他不停的美丽 天天唱歌 自愚嘛 可是歌声吸引了王子来 歌声的美丽 其实像是一个 我觉得是心灵的一种力量 就是他传颂 他呼喊 他把他的渴望 借着那个美丽的声音 传送出去 召唤一个男性 一个王子来 里面是 也就是一个 一个意涵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他在表达 他在一个高塔上 好像是一个这个 这个瞭望台一样 他放出他美丽的声音出去 对世界宣告他自己 第二个东西是 这样子的美丽的宣告 其实召唤了喜欢渴望他的人 来帮助他 所以这一个声音 如天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美妙的声音 里头有一个对于自我的表达 加上他每天梳理他的这个长法 我常常就说那个梳理 你想想看 女性拿一个梳子 在那边梳头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动作 很像梳理 我们就说 我要我的头脑 就是头脑乱糟糟的 我想要把那个想法梳理一下 所以他也有一个象征 很像我要 他要梳理所有这些困境 他要把它梳理清楚 然后把它编织好 所以女性的编织跟梳理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涵 就是好像慢慢慢慢的 他要去梳理他自己人生的问题 他要开始思考 这些思考的过程 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的发展来想 都是他理性洋性男性面的一个扩展 所以到了最后 当然就他的理想的男伴就出现了 那这个理想男伴出现的这个结合 到后来被丢出去 他就从一个好像看起来 是被放逐 被妈妈丢出去了 坏妈妈丢出去 可是其实也代表了 他再也不是一个 被禁锢在妈妈保护的世界里的 一个小女孩了 他被丢到沙漠里 是一个怀孕的 那个故事的结束是 他生了一个双胞胎 一男一女 所以其实也就是 当他被丢出去在沙漠里的时候 也正是他生命的开启 他必须要 他是母亲 同时他也是一个 不再用这个美丽的长法去 去召唤别人 而是他要靠着他自己 去为他的孩子 为他自己开始创造生活 然后他也不再悬空在高塔上 他开始在地面上面 而且是贫瘠的沙漠 对 那我想到几个中间 有趣的地方 所以在刚刚的这样一个解析当中 我们的看法会是 他其实透过这样子的历程 已经去综合了 他的两个母亲各自的特质 就是说他其实是 有自己的追求 但是他又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切割掉 他很女性的部分 例如说他是有伴侣的 有情爱的 然后他也还是可以 这个procreate 怎么说他可以升职 就是他可以有创造 那么 这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再放慢一点 来看放大一点他的细节 我有几个疑问 第一个是说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那么在改编给小孩子看 迪士尼很喜欢改编给小孩子看的时候 如果这样说 他们要强调长发公主的自主能力 你知道现在的卡通有一个趋势 就是会在这个平权 性别平权的观念之下 他会认为说传统的这种公主戏 都让小孩看到一个公主 就在高塔上等着被救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深入去看 其实他本身就是有很多自我 跟自救的力量在里面 如果这样想 我会觉得那个改编说 这个长发公主跟王子 一起去打巫婆的 那个 把他改编到那么 那种力量具象到那种层次 好像又反而不太必要了 是不是 应该这样讲吧 我们的这样子的分析 试图把它隐藏的可能的 隐藏在我们人类集体心灵的 那个讯息 把它勾勒出来 这是我荣格学派的讲法 可是好的童话故事 就有一个质地是 大家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地域 走进这个故事里面 会感到共鸣 就纯粹就故事 就喜欢听 第二个东西 那个意象就非常吸引人 第二个东西是 我们都可以改编它 我们都可以抓取 这个意象里面的一些 特别动人的部分 然后扩大 然后改写 改写 然后再发展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大荧幕里面 因为他们一定会受到 当代这些 不管是当代心灵 或者是这个集体 现在的通俗文化里面的 所喜欢那个脉络去解释 这样子的故事 那你也可以知道说 这样子的故事 可以在十年后 再有人同样的再来 可是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对于女性主义 有很不一样的观点 或者对女孩 跟母亲的关系 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又会加进去新的素材 再拍一部电影 对 可是它原来的那个故事 原来那个结构 一直留在那里 等着我们回去 阅读它 完整的阅读它 然后 所以这是我是觉得说 童话分析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这个故事 它的素材 全部在那里 我觉得会提到这个问题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其实 应该说 现代人有一种困境 就是 很多事情都会被处理成 好像 直接去服务你的意识 或是很目的性 所以 我会 我会觉得今天会请你去 来跟我们深入谈 这样 或者用一个故事来分析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 像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你看不到 在原本那个故事里面 就隐含了很多 自主性 跟自我完成的 的这种意义存在 如果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看到 其实同样的 呼应着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你会看不到表面的事情 下面的可能性 跟意义 例如说 我们如果能看到 这个长发公主 她不一定要当面 跟巫婆大打出手 但是她仍然可以完成自己 我觉得这其实就可以 安抚 或者说 启发了很多 她觉得说 我 我没有办法正面 去跟母亲 攻击或是打架 可是 然后我的一生就完蛋了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 转机 或者所谓 我们往内心深处 去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的机会 也就是死就是生 生就是 生的背面 其实也伴随着 极限跟死 这个东西是 我们需要去拓展 就是为什么说 要看童话 或者说神话 也许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来帮助我们接触 那个意识层面 可能被掩盖的 一个东西 我想我会提出 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子被巫婆 应该说 王子摔下去 受伤了之后 她的眼睛看不到 那这个故事里面 我比较熟悉的版本 是说 当他们重逢的时候 这个Rapunzel的眼泪 如湿了她的眼睛 所以她的势力 就复原了 薛杨 你在这里面 有看到什么样的 这象征着 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把那个 最后的相遇 然后美好的 这个结局里面 有一种 彼此相互救赎的味道 那相互救赎是 其实这个王子 也只有在 摔 被 他也是 就是青少年嘛 每个半夜 跑去跟私会女友的 这样子的 可能是一个 小屁孩的王子 要被摔出去 而且是双目失明 双目失明 有一个意涵 我们的解释是 也就是 我们有一个眼睛的时候 我们是一直往外看的 当你失明的时候 其实你的眼睛 才真正的有能力 开始往内看了 那所以当 Rapunzel 在跟他在沙漠重逢的时候 当眼泪 滴到他的双眼的时候 那一种再增开 是好像就是 我们说 再一次看到 而那时候看到 是不同的世界 是不同的世界 所以他也被 Rapunzel拯救了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回到邓慧文时间 今天我们和 吕旭达老师 谈了一个童话故事 这个长法公主 然后在里面 也是示范给大家 看一下说 一个荣格分析师 会怎么样去 从一个童话里面 去看到 我们人类共同的一种课题 不管是成长的课题 或是人性上的课题 然后这故事 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那像这样子的 可以说是一种兴趣 可以说是自己的一种练习 除了童话之外 如果说是流传很广的文学 的电影 是不是也适合 可以用来做这样的媒介呢 应该这样讲 是现代的创作 或者是后来 更多的 更细致的 更文学性的创作 它其实参入了 越来越多 我们意识的层次 或者是个人创作者的 一种内涵 个人的内在的东西进去 它就不这么集体了 所以童话 它有经过一个流传 然后一直在流传 可是流下来的那个精髓 你的意思是 它就会接近 它比较像是鱼 鱼只有骨头 它没有肉 就是你看 童话故事里面 常常人物没有名字 有一个国王 有一个皇后 这样子 那Rapunzel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只有两 其实有些版本 只有一个人有名字 就是这个长发的 这个女孩 叫Rapunzel 其实那名字 也不是个名字 就是那个菜而已 对 可是 至少她还有个名字 对叫Rapunzel 可是其他人 其实都没有名字 对 那有些版本的 那个巫婆也有名字 就顶多就是 这两人有名字 就表示这两人 是这个故事的核心精神 那所以他 然后他们的故事 常常是重复的 就是说 这个挑战 第一次是这样 第二次是这样 第三次是这样 重复 所以小孩子听得很 就是很开心 可是大人如果听就说 这个很没有 没有血 没有肉 然后好像也没有挣扎 也没有人性在里头 可是他正好 正因为这些质地 所以他回应出一种 人类集体的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底层 人类集体的东西 他就比较像是一个心灵的原始结构 那等到一个艺术家 或者是某一个时代的人 那个创作者 他把这样子的原始结构 拿出来 借着他自己可能的一些生命历程 比如说有些人写的是 他跟他父亲的关系 他写了一个妇女的故事 或者父子的故事 的时候 里面写了很多历史 当地的历史 时代的故事 里面的血肉挣扎的时候 其实就越来越远离这个隐藏的内在结构 那所以这样子的故事 一开始看的时候 这会是让我们觉得说这是艺术性 很高的作品 可是呢 如果从我们做深度心理学的分析来讲呢 他就是充满了这个人或创作者 个人的东西 对 个人意识或潜意识的内容 所以当这个时代过去的时候 这些作品可能不能够再呼唤 下面一个时代的人的感受 比如说我们想到 比如说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或五零年代 那个时候的故事 可能在小说 在台湾流行的小说 可能充满了那个时候 刚刚台湾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氛围 不管是国民政府来台湾 或者是经济才刚刚起飞的一些特质 那那个时候 大家是非常喜欢看那些故事的 可是现在在读就觉得它很遥远 甚至已经现代的读者 年轻的读者 不会觉得有呼应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刚刚那个鱼的比喻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们需要里面的那个骨 那个骨 那个骨可能可以变成化石 一年后挖出了还是那形状 但是你的鱼肉可能十年后就收了 或者说味道就不一样 所以如此看来的话 大家并不需要对哈利波特进行 刚刚讲的童话解析 那虚然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那么童话跟神话有什么不一样 给我们的启发有什么不一样 神话就又比童话在 如果我们用那个精神世界的那个层次 像千层高一样 那童话算是相当底层的 一层一层的话就是垒上去了 越靠近上面就越靠近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意识层的话 神话就要比童话要更上一点 也因为它富含了非常多文化的内涵 就是局部文化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中国神话 那个是希腊的神话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土耳其的神话 所以那个当地的文化性和地域性就掺进去 越掺进去所以故事就会越复杂 它不会那么的简单 它不是那个结构 它就开始复杂起来 所以神话常常是很长的故事 可是对于当在那个所属的那个区域 那个地区的文化共享的这一群人来说 就特别的有意义 所以应该说童话算是 很像是人类精神的DNA 所以你的意思会说是 童话它更能够 它是更能够跨文化 然后共通的东西 但是神话它有更 应该说更 你所谓的更上面是指说 更靠近意识 社会或是意识有更多的交通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以前会有一种 容易会想说神话 可能因为它是更上古的 或年代更久远 所以它里面会不会蕴含了更多的 一种更底层层面 可是它未必 其实它可能是那个时代 或那个很多文化的产物 所以对一个荣格 研究荣格心理学的分析师来讲的话 童话是你们会最感兴趣的东西 是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 我们时间的关系差不多要结束 那童话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不就只有那些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不会再产生 还是说现在会再产生新的童话吗 还是说我们有没有童话 因为我们永远就讲那些 例如说格林童话 安徒生 然后例如说各个国家 然后大家去搜罗到一些 可能彼此文化也有共同版本 那就这些了吗 我们会产生新的 可以这样使用的东西吗 我们有继续产生 只是哪一些东西会被掏出来 继续留在时代 时间的洪流 还可以留得下来 我们不知道 现在在大量产生的童话故事 其实可能是在电影 电视剧 和这些通俗文化里头 所以不知道这些哪一些 会流传50年以后 500年 500年 好 这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说不定500年后 我们会说 什么新 从新新来的 那个 就是 就是那些韩剧 那种很流行的 或者是 那些故事 说不定就变成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童话 韩剧那个是 是成人童话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虚啊 带给我们很有 很温暖 然后又很有启发的夜晚 那待会大家睡前 读个童话故事 然后看看 可以看到什么样 你心灵的层面 谢谢旭雅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